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日本女性怎么自卫呢 家庭主妇往往掌握着全家的财政权 逼迫老公把每个月的全部薪水拿出来 对家庭开支重新分配 向老公发放零花钱 日本妇女在权力结构上比中国妇女高一些 这事我跟你说 可不光是日本妇女友 现在中国也开始亦步亦去了 没错 在这方面很仿效日本 管财权的也多得很 那男人是不是挺没地位的 在家庭里 所以男人要在小三前显示地位 但是我记得我以前认识一个日本朋友 是个女孩啊 她就跟我说她到了香港她就觉得好舒服 她说为什么 因为在日本她说比如说跟男人去吃饭什么 就讲去麦当劳吧 那么她说她当年跟我这么描述 她说一般日本男孩跟着女孩就算吃麦当劳 通常是个男孩就指的 哎我的要吃这个餐啊 喝什么什么 然后把钱交给那女的 然后就回去做了 然后这个女的什么都买好了 端这个牌子再回来 是这样吗 对就是这样 因为在日本的话 比如说包是要女人拿的 女人领就是去购物 要女人来领包的 真的吗 女人不能靠近男人的前面 就是说必须得跟着男人 而且我们东西还得女人拿 女人不能走在靠近男人 走在男人前面 男人前面 我们购物的东西比如买什么 在超市什么那个商场 我们都是要由女人来领 对 你说的是以前 以前现在也是 真的 现在也是 包括现在日本家庭主部 他们有工作的 不管在家里做 还是在外面做有工作的 比如说早上9点钟到6点钟 工作完 还有就是说你工作下班 之后回到家还得做菜 说衣服 男人在家里喝啤酒 看棒球比赛就是这样子 对 我是过去听李纯恩讲过 说是韩国的女性 不也是说男尊女卑吗 对 说是战争之前二战之前 总是男人走前面 女人走后面 说战争二战之后呢 改了女人走前面 男人走后面 说因为地雷比较多 哈哈哈哈 李纯恩讲的 女人先去试试 对吧 但是不过真的是这样 比如说很多人去 很多外国人 像包括我们中国人在那外国人 到了日本啊 去旅行 要是住那种日本传统那种旅馆 很不习惯一件事 就是他里面那些女将 嗯 或者那些女将 女将 就是呃 老板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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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老板娘 对 对 她会出来 提着你的行李 走 大家都很不习惯 这怎么行李 看一个老太太给你抢行李 然后跟他抢 但是他们非得拿 因为他们其实从小习惯 就女人拿成的东西 对 日本女人有个自虐的心态吗 自虐 这怎么能叫自虐呢 我们应该向他致敬 是美德社吧 你想得应该去移民日本 致敬 但是我跟你说 日本到底是什么国家啊 咱们 我听他们讲一个事儿 发现我们是有偏见的 比如说他们最近说聊这个苹果 苹果 他们就讲说加藤来可以谈一谈 但是我发现他们对日本的印象是错的 因为他们说 说日本是唯一一个就是抵制苹果的国家 当然 他说没有 我们是唯一盲目硬核苹果的国家 对对对对对 我们现在就是说那iPad 2 日本这个地震发生以后 他在日本的上市大概推迟了一个月左右 但就是说他的iPad iPad 2 他上市之后 啪一塌糊涂 大家都去买 抢购 抢购他们不抢烟 但要抢购那个苹果 那就是说现在我们的生活方式都变成苹果了 比如说我们在家用苹果的电脑 我们还用苹果的那个iPhone的手机 还有苹果iPad 2 我们现在不拿包了 不领包了 就是去哪里都是拿着那个 就是说比iPad 1更更轻更薄的那个东西 日本妇女解放了 对日本妇女解放了 你看看这个iPad 2 现在这够二的真实 这是美国排队的 你知道吗 再看下边 这是上海排队的 你再看香港排队的 再看北京 北京都发生案子了 打起来了 是好像说里面的外籍店员出来拿筷子打我们消费者 是吧 怀疑有一个黄牛都是黄牛排队 来买iPad 2 然后加价加100加200 那店员不干了 出来 老外出来就打 但是他们后来讲 公安局还是批评教育老外 你打人不对 而且你也没有什么证据 当然不对 没有证据说明那个人就是黄牛 黄牛 没错 但是确实是都是黄牛排队 现在很多都是黄牛排队 这家伙现在这个 但是我问他们跟我说了说 就是说好像没什么太大不同 跟那个iPad 1 其实没太大不同 这就是跟偶像崇拜就一样的 粉 果粉吗 他们叫 但日本人就是说我们看了很多的评论 就是我们还是注重细节 比如说我们就是说 比原来薄了33% 比原来轻了15% 日本人注重细节 还是很不一样的 是吧 就是说原来有 可以完全可以放在小的包里 就是说一个套子里 很舒服 就是我们能完全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 这种方式别人更轻了 他日本人还比较重 这个那个扫心化轻量化嘛 所以说整个日本 可是这个东西啊 我有点怀疑 家庭就是说 他的确当然他要有不同 他要有进步 但那个进步是进步到多大呢 就我发现苹果 他这几年的产品有一个什么问题 就他每一代出来的东西 的确会跟上一代不一样 但是这个不一样又没 往往没有大家预先预期的那么不一样 于是就发现啊 他现在有一个形成一个规律 就他其实有很多技术 他可以用 他先不用 他就iPad 2 我没用权 再过一会儿 我再出来 iPad 3才用上 他常常有这个做法 所以我觉得呢 就你一个理性的这种电子产品 这种Gadget的消费者 现在有一些很多行家 他们推荐一种理性的消费态度 什么样理性消费态度 叫隔代升级 就是假如你已经有个iPad iPad 2出来 你就先别买 因为应该到了iPad 3出来的时候 那个技术的差别 才能够大到就构成一个飞跃性的进步 但是文道 你知道什么东西啊 到了宗教的程度 那就不能这么照常理去说了 你比如说在美国 你知道吗 买这个苹果的人成名了 靠什么成名 靠排队成名 这个人就成名人了 就是说每一次苹果任何一个新产品 他就要在前一天夜里搭帐篷 在那个店门口搭帐篷排队 而且把那个所有采访过他的媒体 全都链接上 然后微博就直播 苹果店里的人也给他端茶倒水的 你知道吗 他就是说他要做到就是排这个长队 第一台iPad 我买到出来了 这就接受采访 一出来后头还欢呼 就是他到这么一个疯了 对 所以说我刚刚你说 就是说那苹果已经是变成一种 某种意义的宗教的东西 就是说完全就是说盲目的强制性的 宗教的特点就是强制性的 还带这种暴力性质 那就是他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所以我是真正拒绝这个苹果的 是 我没有买过也永远不会买 真的 否则的话就是他会谋杀我们的 传统的原始的生活方式 那什么都得背苹果了 是吧 你上网还得苹果 还得发微博 还得背苹果 是吧 你发邮件还得背苹果 你查什么资料 还得背苹果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完全背苹果了 但这个教真的是活生生演绎了吗 马克思讲的商品败物教 是吧 这就是商品败物教 这就是败物教 这真是败物教 可是呢 反过来讲这个苹果教 它有两个阶段 现在看到这几个阶段 加藤不愿意加入 但是我很好奇那从前呢 因为我认识的苹果迷有两种 一种是新苹果迷 新苹果迷呢 就是这几年他出了这个ipod iphone ipad之后才开始迷上他的人 有一种苹果迷呢 是老苹果迷 老苹果迷是什么样的人呢 他就是当年从apple 2 苹果二型电脑开始买 然后呢 那一种苹果迷很特别 他是什么想法 他就觉得 因为当年你想想看 全世界最主流用电脑 一定是用微软系统吧 那当时他们就有一帮人 就坚决对抗微软 因为他心目中微软是什么呢 微软加IBM 代表着大企业 恶魔 资本主义 最邪恶的东西 制度化 没人性 然后他们就觉得 只有少数他们懂得欣赏 人文价值的人 才懂得欣赏苹果 那这批人包括一些学者 社会运动的 搞社会运动的人 一些文化人 艺术家 搞创作 搞音乐的人 他们坚持 拥护苹果 这么多年 然后到了现在 我在看我这帮朋友 因为这帮朋友真是很可怕 他连早期Apple 2 那个机 他留着 他当一个产品 对 是吧 很多这种人 但是这种人他到现在 他就觉得很后悔很不齿 他觉得苹果堕落了 苹果怎么能变这样呢 你应该永远小众 往往是这样的 你反对者最后会抖到你所反对的反面 对他说苹果今天比维远还邪恶了 没错 哎你要说而且 苹果这头 这个乔布斯 也确实有这个教主的风范了 对 现在人家说给这个人称呼很多呀 对有人叫他什么使徒啊 使徒啊 不是那个狗屎的屎啊 是信拆信使 跟拉登那个信使 说这个人 连癌症他都能克服 还有什么事他干不出来 他也没克服很多人都差不多了 六个星期的命吗 嗯 一直活着 是吗 一线癌啊 然后已经换了一个肝吗 你而且还有人说他是修辞学家 你看这乔布斯 而且呢 19年没换过衣服 就这人 你让人给他算这个账吗 你瞧 这是他1998 1999 一直到2010年 都是穿的 上边是这个 一款衣服 牛仔裤 这边这个剥鞋 你再看下面 你看这是他从胖 到这个 巨瘦 瘦 所以很多人说啊 这个你看 瘦成这样 以至于美国的专科大夫都根据这个照片 纷纷的这个 这个这个判断 研判 说连臀部上的肉都没有了 说这个肌肉萎缩呀 最后侵蚀的就是臀部 臀部的肉都没了 这个人活不长 可是可是一直到今天 咱们先去点广告再说 这乔布斯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为什么说乔布斯非常恶心 对我刚才我还差点吐啊 就是说 你最近在日本核辐射 核辐射 对对对对有点影响 怎么了 就是说那个信徒嘛 就是刚才你说那个 曹布斯这个信徒 就是他在我们日本呢 也感觉是一种传教士 这么一个一个角色 在刚刚他提到 非常极端的这种谋生方式 就有的有变得也好 不变得也好 都非常的极端 然后呢在日本 说实话有不少 曹布斯的追随者 有一个崇拜者 因为这个他们 不管怎么说他苹果 就把他发明出来的东西 是非常好的 他们完全改变了 我们的生活方式 还有他们一种讲课演讲的方式 对 他一个一个一个谋杀性 这个侵略性的 这么一个就是说方式 苹果是对的 就是我们我们会改变世界 我们把你们整个的生活方式 日本这么一个社会 把他整个的谋杀掉 就这种感觉 那就说我们当然 日本我们是个保守的社会 那当然有一些人 是就是说看报纸的 他们是非常反对的 乔布斯他这个文化侵略 文化侵略 但是说又是我们的年轻人 很可怕出版社的 搞报业的 搞什么商业的 搞什么投资银行的 他们都只是拿这个苹果 然后说他盲目的 就是像就是推荐那个宗教式的 就是推荐这个奥姆真理教式的 苹果好啊 你为什么还不用苹果 你还不用来不及了 你马上要出二了 哎呦呦 那我就是我就是跟整个的受不了 那整个像高中生大生 都开始用苹果 那现在日本那苹果二 iPad二严重缺货了 是这么一个情况 是 而且呢这个这个要不要 要不说他在讲啊 这个人呢 他的这种神秘的这个魅力啊 对也跟他这个修辞 为什么有人说他的讲演 他每一次出来这个讲的这个话 据说都是精心排演 而且这个人用词说话有语言特点 你比如说有人访问他 问他什么这个职业生涯 这个怎么看 乔布斯据说乔布斯的英语 都跟一般的英语 不一样是吧 你看这个我先读一下 然后听一下日本英语啊 你先读一下 我听听日本人怎么读英语 I don't think of my life as a career I do stuff I respond to stuff That's not a career It's a life 对我来说人生不是职业生涯 做事回应各种情况 这不是什么职业生涯 这是人生乔布斯 It's a life 不都说日本人的英语没法听吗 他这个好像还是上口 我是从高二当翻译的 对对对对 给谁当翻译 给贸易公司给黑社会 给小木他们 就是说你看人家怎么聊天 It's a life 就是我对我来说人生不是什么工作生活 人生就是不断的我做事情 出现情况我反映 这就是人生 就是说他特别简洁 就是说他用这个谁都能听懂的话 几个词就打中你 但是问题就是因为他这么有魅力 他这种教主性格 也把苹果拖进危机嘛对不对 每次传说他健康有问题 苹果股价就要掉 现在还有哪一家大公司全世界 像苹果这样 比如说最近公布的品牌价值 现在是全球第一的一个公司 第一了 他的这个接班人问题 会变得这么严重 你除了巴菌 就是巴菲特的那家公司之外 没有哪一家公司是他那么看重谁来掌舵 因为他这个企业他变得非常的不不像一家公司 他内部都像宗教 很多苹果员工都受不了苹果要离开 就是因为在里面他太独裁了 是吗 他非常独裁 他性格很独裁 他常常痛骂人 不民主的 很不民主极端不民主 所以很多人受不了他 需要离开 所以这种人 他能够把这家公司带上了这样的一个高峰 但是问题是如果有一天他真的要走的时候 那怎么办 这个公司谁来接班 这个公司还能维系的下去吗 就试过 不就有一次把他赶出门 一赶出门 苹果就要完蛋 然后他一回来就挽救你苹果 对 那就是典型一个独裁 就是独裁 就是独裁 所以这个很危险的 因为就是如果他是个昙花一线 但昙花一线的前提是 他有这么大的冲击力 还不仅是美国 中国 现在不得了 很多人已经被苹果了 对 那日本也是如此 我们整个的东亚的 什么的文化 儒家乱七八糟的 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有人说这个人就是这种 就说是什么 反正是很男性的 很强暴的这种方式 什么方式就是没有理由的 就是比如说你要用iPhone 为什么不要问 你要用iPhone 对 但我觉得这种你说很雄性的强暴力量 恰恰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苹果产品 我觉得他这几年之所以那么吸引人的地方 是一种莫名其妙 理由上说不清的感性的吸引力 你比如说你真的要比较iPhone iPad很严格的去看他的各种功能表现 其实不一定比市场上的其他同类型产品要好 但是他会有一种奇妙的感性吸引力 对那是很直观的 就那个碰的感觉吗 对日本人摸他的感觉 摸他的感觉 不管是你iPhone 你手机的 包括你iPad 因为日本对触觉都特别感兴趣 我对触觉也感兴趣了 我也感兴趣 但就知道摸的感觉吗 这为什么你说的很对 全是在摸 对 一摸不一样 十八摸 你看看我双枪架老太婆 我跟你说真的是有不同 我体验到了都是摸 你知道吗 摸别的吧 跟摸这个iPhone 我最近我天天晚上摸 我摸有点感觉 我摸一般的有点就像隔绝硬的 你知道吗 摸别的摸别的就是一个 像是一块硬玻璃 摸摸摸的有点不舒服 有点笨 但是就像摸男的 他这个苹果就温香软育 你觉得摸的吗 摸的有点挺爽的 这个十八摸 像手影了 他很细腻 好像还有点柔 是吧 好像而且他好像有弹性 对他好像有弹性 他能反弹你的指头肚 那种感觉 起来一点 就是你知道吗 很猥亵 这是乔布斯吗 乔布斯 乔布斯这样 影响你的头脑的 可是反过来 我又觉得很好奇 加藤那么讨厌 乔布斯跟这个日本被苹果侵略 对 但我很好奇 为什么最后侵略世界的不是日本手机 不是日本电器 你回想起来 日本曾经熊霸 对啊 索尼 熊霸全球的这种电子产品 对吧 曾经一个年代 日本第一年代 一说到这种电子产品 你首先想到日本货 美国货代表土 德国货也有点落后 都喜欢日本货 尤其索尼 你回想上个世纪90年代 索尼的地位啊 几乎就像今天的苹果 那个年代也有很多人 他是全家只买索尼产品 为什么 因为索尼产品的设计 讲设计的话 就只有他跟苹果有的拼 像今天就算用这个电脑啊 讲个人电脑 手机电脑 你要不就是用苹果产品 要不就是PC嘛 对不对 那PC里面唯一在设计上 能跟苹果竞争的就是索尼 对 好了问题来了 为什么索尼最后撑不下去 最近索尼那个那个 那个前总裁不是 呃四世了吗 对不对 那那个索尼是出了什么问题呢 你这个问题提到轴上了 我们广告之后 要问问日本怎么了 好枪枪三人一起广告之后见 哎这日本怎么了 日本沉默嘛 沉默 你说的是silence 这个沉默还是 thinking 沉沦了 就往下 往下淹了 其实跟具体来说呢 肯定这个时候整个的 经济的大气候是有关系的 就是说日本呢 原来是日本第一嘛 有人说日本第一 日本是第一 今天有人说中国第一 那当时就是说日本 那样的泡沫经济崩溃之后呢 他肯定是在下滑 这个过程中呢 那整个的企业都不景气了 包括日本甚至出口受影响 但当然日本很努力 但后来呢就是说整个 日本原来是个全球市场 家电市场的一个引导者 当然 后来变成了追随者了 对 嗯 那这跟整个大环境有关系 后来美国 美国后来信息革命嘛 美国后来就是金融革命 信息革命来这样的引导 整个全球经济 后来那苹果 包括微软这样出来之后 日本已经晚了 还有一点日本人的自以为是 日本人我们是第一 丰田索尼 我们就是全球第一 日本神话嘛 日本神话 后来我们自以为是就觉得 你们就是不管这么努力 我们都你肯定跟不上我的 是这么一个自以为是的心态 后来我们这样自以为是 被人超过了 一瞬间变成一个追随者了 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致命 因为比如说我们去日本旅游的话 都晓得 全世界任何手机到日本 都很难在那漫游 没法用 对你只能换日本制式的手机 或者要在那换卡要怎么样 因为它整个电信系统 跟别的国家都不一样 对 然后日本的手机 曾经在90年代末的时候 21世纪初的时候也做得很好 对 但是它没出口 因为他就觉得它内部市场就够了 日本很多家电也是这样 然后我们就看到 就是日本你过去像iPad这种东西 这种设计上的讲究 本来是日本人很擅长的 它就落后了 然后到了今天 它一般的家电 电是什么 被三星赶过了 对不对 现在全球市场 占的最大的是韩国 才轮到日本 对 对不对 这整个过程的发生 我觉得很关键一点 是日本开始 太强调自己的东西 我们要有自己的民族特色 我们要有自己的市场 我们自己就很厉害 我们自己就很大 我为什么特别关注这个 因为我觉得这个能够给今天中国很大的警示 就是我们也不要什么事情都太强调 我们自己那一套 我们自己很够大 我们怎么样 这是很危险的一个想法 对 而且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叫公司的力量 它在最后也是感觉预示出一些信息 就是说到底哪种模式 比如说日本这种集体的力量 这种模仿的力量等等 和他似乎就觉得最终还是西方讲个人自由 这个东西会有这种天外非先的这种创意 你看到一定程度 比如说苹果的这种生活方式乃至于 它会出现在那种极其自由的想象力和头脑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 这种他难以想象出这种特别特别的行情 日来的扫通 这是扫通